黑色羽绒衣搭深蓝色的运动裤 不难看出这个熟悉的身影 就是前总统沉睡变 走起路来有点驼背 膝盖微微弯曲 在介护人的陪同下绕着庭园散步 这就是在什么地点 那个北荣 他可以出来活动 录制时间是今年2月19号下午4点钟 整支影片长达5分钟 公布病况到底有没有经过 变家人同意 法律上为了公益 不然只有一面的在那边对外表达 另外一面的正确的出现的话 这个反而互聊社会的视听 这在巧巧一间陈水扁被群起围剿的时间点 法务部主动出几集 说明阿扁一切安然无恙 绿营质疑政治目的 而且这个动作已经明显触发 没有获得家属的一个同意 进行公布相关的这个影带 这个已经违反医疗法 也违反个人治疗法 这个应该马上违送法办 那没有隐私啊 没有说他病什么地方病啊 知道他很健康的走路的情形啊 法务部试图用影片 让停点人士闭嘴 但这场大反扑完全无视法计 三星新闻 林雍伟白巧英 台北 藏不到 好 好 好